昨天爸爸去哪儿正片播出 节目中 陈小春硬彩儿的儿子Jasper 受到不少观众的喜欢 原因是在节目里 陈小春作为爸爸特别凶 一言不合就凶儿子 而陈小春凶儿子的点 则在于Jasper走路慢慢悠悠 小心翼翼 为此暴脾气的硬彩儿也按捺不住 在微博中表示 是自己让儿子走路小心点 小心摔倒 还害儿子被爸爸凶 还怒怼陈小春 催什么啊 腿短是他的错吗 父亲俩这一来一往的搞怪 逗得尸瓜群众哄笑不直